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您剛說到閱讀 我看您的書裡面 推薦大家還有一個 蠻好玩的例子 是您除了叫大家念 經典名著之外 也叫大家念 法官的判決文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教小孩子的時候 要教他一個東西 就是他的邏輯思考 就是你無論講什麼話 你要能夠合乎邏輯 其實是不容易的 因為我這樣講 你知道我們國家 有的時候很重視 這個小孩子 能不能很快地回答 他一快回答 其實他就亂講 他搞不清楚事情 他也亂講 那我說你不可以亂講 你要合乎邏輯 合乎邏輯是個不容易的事情 看偵探小說是合乎 就是講究邏輯 法官的判決文 是非常合乎邏輯的 就是這個 我沒有說它是對的 但是就是訓練 小朋友的邏輯能力 就像您說的 看偵探小說也是一樣 美國幾乎所有的學生 大概都要去念 叫做大法官的判決文 因為英國很多的 這個法官的判決文 後來變成了法律 我們國家其實也是一樣 法官的判決文就是法律 他一旦判決定出來了 就是定了 那最後被推翻當然也是可能的 可是大多數都是定了就是定了 那麼所以這個 為什麼他寫成這個樣子 那必定有他的道理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去鼓勵我們的學生 我們整個國家注意這件事情 是很好的 對 但是我其實還蠻佩服您博業的理念的 就是不要讓窮困的孩子 陷入永遠的窮困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我們國家有沒有貧富不均 其實是一定有 就是全世界都這樣 那好像最近有一個 什麼法國的經濟學家 講你們國家 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靠教育 我們的低收入戶 你去看他的一個共同特色 就是低教育成就 那一旦低教育成就 他就變成了低收入戶 糟糕的是 他的小孩又是低教育成就 所以如果我們不幫助他 那這個我們的皮膚不均的問題就永遠解決不了 所以像您自己有沒有做過一些統計 就博幼的小孩這些偏鄉的小朋友在您的幫助之下跟原來有什麼差距 我們收的一定是弱勢的小孩 就是你一定要功課不好 第二點呢要家境也不好 家境好的話他也不會送來 他可以到別的地方去 那我們的高中值的畢業生 他們的收入是兩萬平均兩萬五千三百塊 可是整個國家的平均 叫做新鮮人 是兩萬一千七百 所以為二十二K就是這樣搞出來 我們是二十五K 我們的大學畢業的是三十一K 他們是整個國家是二十六K 可是我還是要講 我們是把弱勢的小孩交成這個樣子 如果我們把弱勢的小孩交成國家的那一個水準 已經是不錯了 對不對 現在我舉個例子來說 有一個小孩呢 他就是念的叫普里高公 那也許大家也不曉得普里高公 當然普里高公很好他就是在普里嘛 對不對 普里高公他一畢業以後 電器課一畢業以後 埔里有一個叫做況全水公司 他們有很多機器啊 那他就需要一種人來幫他維持絕 forbidden 여기다 這種人你從你可以想像的 不可能從青大去找一個人 來到埔里去維持這種 況全水機器 況全水機器 可是它可以 它可以賺到兩萬八 但是您其實我看您最主要的就是 提供他们课后的一些辅导 那么英文跟数学 我们是认为我们是教得不错的 这样就使得他们呢 能够进到高中或者高职去念书 那当然了都是去念的 所谓我们叫做社区高工 或者社区高中 可是呢至少他可以跟上去 这个也不错了 对可是我其实蛮意外的 也是除了小朋友本身之外 其实您做的这个博弈基金会 进了偏乡之后 社会支持系统整个做起来 连家长输他们自己的环境收入 甚至英文程度也有改善 英文程度是绝对改善 因为我们在乡下 找不到大学生教小孩子 那我们是请了这个妈妈 当地的妈妈 那我们当然就先去教这个妈妈 把他们的数学和英文 教到一个程度 他们就开始教小孩 教得蛮好的 因为他觉得我要教小孩 我的小孩也要受教育 所以他就会非常认真的自己 提高自己的教育 所以大学将来 如果政府重视成人教育 大学里头会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不是来再念一个学位 也许也可以再念一个学位 可是重视要的不是学位 而是再来充实自己 充实自己对于整个国家 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老师您其实做这件事情的同时 也是用教育改变了不止这些孩子 甚至家长的生命人生的宽度 但是您常强调用 是让知识带希望回家 所以您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您13年来 有没有什么看到 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小孩有一次 我问他 我说 你怎么念大学的 因为我知道他 他是博有基金会的孩子 当年 我就问他 你怎么念大学 他说他是靠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的补助 使得他可以不要交学费 学费 学杂费 他可以不要交 可是当然其实他还是要交 这个住宿费 他靠打工 还有他的一个舅舅 帮他的忙 所以我们看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政府在这个低收入户上 其实是付出相当大的成本 成本 可是也不过就是 维持他的生活而已 维持他生活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给他教育又要付出这个代价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至少使这个学生 他可以去有资格念大学 对不对 也完成了大学 将来他一定想去念这个硕士学位 政府最大的投资 还是在教育和研究上 当然研究这个就是所谓 科技上面的研究 而不是完全造桥修路 不是光是工程 不是基础建设 你不能说为了快18分钟 我们又要花上几百亿来找一条新的铁路 这个时代我认为过掉了 你有这么多钱的话 还不如好好地做研究 让工业起飞 赚回来的钱还要多 如果你重视一下教育 也是好 不过我也希望政府知道 办教育当然需要钱 可是办教育最重要的不是钱 而是一个观念问题 怎么观念问题 就是说 如果每一个学校 他都说 我要把那个工科最不好的学生 也要维持一个最低标准 这个就够了 这个并不需要太多钱吧 我们小孩子不能太快乐 太快乐的童年 必定倒置 不快乐的成年 太快乐了